。 嗨,大家好,這裡是妮可。 今天的視頻內容是我現在的護膚routine 用到的很多產品也是比較適合秋天的季節 那在視頻裡面並不是所有的步驟都是必須的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護膚視頻 所以我會盡量的把一個最完整的護膚過程呈現給大家 護膚理念以及對某些產品的理解也緊急於個人感受 大家可以參考,但不需要完全照搬 上一次有同學反映希望我在介紹護膚品的時候 除了使用感之外也介紹一下成分 所以這一期的視頻會結合兩者來一起跟大家介紹 早上我自己的習慣是先刷牙再洗臉 用到的這款潔面露我之前就介紹過 早上的時候我一般只會用一到兩小泵 因為是這種流動性很強的質地 所以打泡泡的過程很輕鬆 這款潔面露主打含有雙重生態等保濕美容成分之外 還有智慧型的清潔成分 能夠在有效清潔污垢和老化角質的同時保留皮膚必要的質質 所以洗臉之後幾乎沒有什麼緊繃感 對於我來說是一款可以一年四季都用的潔面產品 護膚的第一步我會先用哈奇的這個基底精華乳 它含有七種水果果實提取物 可以讓洗完臉後的皮膚迅速得到基礎滋養的同時 幫助肌膚清除多餘的蛋白攪質 它在臉上特別好推開 膚感非常的舒適 因為成分很多為天然的提取物 所以我個人感覺很溫和 即使在換季這種易敏感的時期也可以用 用完它之後呢 我可以明顯感覺到皮膚變得柔軟 它超過了紅腰紫精華 成為了我現在心目中最喜歡的水前精華產品 下面這款蜂蜜水非常推薦給乾性皮膚用 質地比較粘稠 上臉的時候會稍微有點黏膩感 主打的成分是薰衣草蜂蜜 再仔細查看成分表會發現成分非常的吸引人 很多天然提取成分之外 還有各種氨基酸、甘油等 是一款很適合乾性皮膚 在乾燥季節里使用的護膚水 上臉的時候會聞到一點清新的蜂蜜香 不甜膩,反而很有舒緩感 海蘭之謎這款眼精華 我暫時還不敢推薦給大家 大概只用了一個月 除了普通的保濕感 以及按摩棒所帶來的消肿效果之外 官方宣傳的提拉緊緻眼周方面 沒有太大的感覺 我個人認為在經濟能力有限的時候 可以把更多的預算花在眼霜上 上一期的視頻里面 我有說到我要開始重視皮膚衰老的問題了 而我們皮膚衰老 絕大部分都源於光衰老 所以除了好好抹防曬之外 在早上我會用這樣的抗氧化精華 Cosmetics家的這款精華 質地很清透 皮膚吸收很快 有一股淡淡的柑橘香 精華里含有白梨 蘆醇維生素E 左旋超氧化物 可以有效的抗氧化 抑制自由肌 對敏感肌還很友好呢 用了它之後粉底暗沉的情況 有很明顯的改善 如果你已經進入了初抗老期 但又不知道買哪一款抗氧化精華的話 我強烈推薦你可以試一下這一款 米肌的眼霜 我之前在視頻里也給大家介紹過 當時認識它雖然是因為推廣 但這一款我一直用到了現在 這款眼霜很適合眼周肌膚乾燥的同學使用 我選擇它在早上用 是因為它會給我眼周充分的滋潤 但又不會有黏膩厚重感 可以感覺到皮膚吸收很快 不會影響後續的上妝效果和過程 塗眼霜的時候 不要忘記在法令紋的地方也要抹一點哦 Cicely這款面霜 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不喜歡的人應該會很討厭 因為它的香味很濃 而且是很濃的天然野玫瑰香味 有些人會覺得這個味道很嗆 在早上選擇這款面霜 是因為它足夠的保濕 質地卻像乳液一樣清爽 遇到皮膚融化推開後 還會變成濕濕的水珠 擦完之後會感覺皮膚像敷完面膜一樣 有一種充盈飽滿感 這種質地的面霜 基本上不會和後續任何的防曬粉底打架搓泥 哈取的這款防曬是18年的新版 也成為了我今年夏天的最愛 已經用完了一款了 這個是第二款 因為裡面含有蜂蜜 蘆薈體取物 水溶性膠原蛋白 以及透明智酸 氨基酸等等各種美容精華 所以即使在進入秋冬這樣的季節使用 乾性皮膚也不會覺得拔乾 膚感幾乎等同於在插面霜 沒有防曬霜帶來的那一種厚厚的膜感 後續上妝從來不和粉底打架 哈取的這款是我日常的時候愛用的防曬 如果是需要長時間在室外的那一天 我會改用Esta Leaf的這款防曬 這款防曬是我在日本工作的過程中了解到的 它可以防生成UVA 紫外線無孔不入 當然不是擦個防曬就可以完全隔絕的 但有的時候必不得已 必須暴露在搶子外線環境下的時候 用這款防曬我還是會安心一些 晚上的卸妝我現在常用的是 曼丹眼唇卸妝 Origins俊菇卸妝水 貝德瑪粉瓶 倩碧卸妝膏 根據當天的妝容情況來決定用哪一款 而今天會用到的是Origins 平時普通上班的日子裡 有時候我會化妝 有時候就是素顏 化妝的話有時候是用來測試一些公關包裹 今天就是測試品牌寄過來的氣墊產品第三天 Origins這款卸妝水之前也是推薦過的 卸妝力其實很不錯 但我個人最喜歡用它來卸淡妝 像今天這樣只鋪了兩層氣墊 一張化妝棉 正反兩面基本上都卸掉了 整體成分也比較溫和 還含有靈芝和北美藍莓提取物 關於我用到的這套Avanda的洗護產品 以及歐蘇丹沐浴油的具體使用感受 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大家可以到我的公眾號來查看一下詳細的圖文版 晚上用的截面產品還是早上的戴科截面露 在換季的時候我用清潔面膜的頻率是很低的 大概兩周到兩周半才用一次 今天剛好是時候用一次清潔面膜了 我很喜歡把Glamglow白瓶和IPSA黏土面膜配合著一起用 Glamglow的清潔力比較強 如果放在臉頰上的話會有明顯的刺痛感 所以我只把它放在鼻子 這些我平時出遊比較多的地方 其他的區域就用比較溫和的IPSA淡淡塗一層 但是換季泛紅的臉頰我是絕對不會用清潔面膜的 晚間護膚的前兩步依然是和早上一樣用的是Hachi的產品 晚上的眼精華和眼霜我都會選擇滋潤力比較高一些的產品 這款眼精華我也是因為風很大才入手的 質地非常的厚重 用量一點點就夠了 主打的功效是淡化黑眼圈 眼部乾紋和消除浮腫 主要的成分是A醇、四黃醇、葉子提取物等 我一直是不太相信通過眼精華、眼霜這類的產品可以淡化黑眼圈的 但是這款產品在各個平台評價都很好 還是一直不住好奇入手試了試 具體的效果呢會等一下跟大家在同品牌的眼霜步驟跟大家一起介紹 秋冬季節的晚上我一般會選擇滋潤力比較高的精華油 比如玫瑰果油、阿甘油這類的產品 或者是修復型精華 最近在用的是這款Passo Apasso的EGF精華原液 在換季的時候我的皮膚多多少少有些不穩定 會長一些小粉刺 破了之後會留下傷口 它的質地就像水一樣 上臉沒有任何負擔感 雖然對EGF應用在護膚瓶裡能否持續有效的保持它的活性 還存在比較大的爭議 但就目前我用過的幾款EGF產品中 這一款我最喜歡 我的粉刺癒合得很快 也沒有那麼容易留下印子了 但是提醒一下 這款精華原液被一些代購吹噓的無所不能 希望大家理性判斷一下 這款眼霜是和上面iDoctor眼精華一起買的 它的質地相較於上面的眼部精華霜更加的輕盈 也更好吸收 它依舊是主打削黑眼圈 眼細紋和浮腫 配合眼精華一起使用 已經快兩周了 消除黑眼圈的效果還沒有看到 但是我眼周的乾紋 特別是上妝久了 就會比較明顯 現在則是以肉眼可見的速度 改善了這種情況 真的是眼周乾紋的救星 早上起床的時候眼睛好像也沒有這麼腫 很難講到底是眼霜的功勞還是眼精華的功勞 我個人呢還是比較建議配套使用的 現在晚上我常用的面霜有兩個 一個是威諾娜的特护霜 一個是Doctor's Peeler的膠原蛋白修復面霜 這款膠原蛋白修復面霜 是我在平時皮膚狀態正常的時候 每天都會用的 它主打的成分是膠原蛋白 羊毛脂 葡萄紙油 牛油果油等等天然成分 上次推薦給大家之後 受到了不少乾皮同學的反饋 都說非常的好用 那麼像現在這樣子 颱風剛過 氣候變化 又趕上來大姨媽的特殊時候 我的皮膚泛紅比較明顯 我就會用威諾娜這款特护霜 是之前我過敏的時候 很多同學推薦給我的 對於我的皮膚 確實有明顯的舒緩泛紅和過敏的效果 但是它對我來說保濕度是完全不夠的 所以我更願意叫它救急霜 我不會長期使用 只有在皮膚泛紅 有一點過敏氣象的時候救急用 應該會持續的回購 放在家裡以備不時之需 最後建議大家晚上護膚的時候不要偷懶 大概要多花一分鐘的時間按摩一下臉部 雖然只是一分鐘 但長期下來其實你節省了很多護膚品 附在皮膚表面的護膚品 會在空氣中蒸發掉 而你花大價錢買的護膚品 有可能作用到你皮膚上的只有一半而已 去過美容院做Facial的同學應該會發現 美容院裡一般不會給你用很貴很好的護膚品 但因為真臉機以及美容師 在你臉上做長達一小時的按摩 你會發現皮膚在接下來的幾天都柔軟且潤的滴出水來 是因為大部分的護膚品養分都很好的被皮膚吸收了 所以在家條件和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也不要偷懶 再多花一分鐘按摩一下吧 這期的視頻采用了多機位拍攝 過程狀況百出 還是很艱難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一定要給我強烈一點的反饋 那麼我在正式進入冬天的時候 會再給大家拍一次深冬護膚routine視頻 最後提前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希望你不管是和家人團聚 或是在外讀書工作 都有一個輕鬆愉快的假期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啦 拜拜